HELLO 大家好 我是EVEN 天氣有感覺到越來越涼了 秋冬即將就要來了 到了秋冬我們會發現皮膚真的非常不穩定 常常乾燥脫皮脫血甚至會冒一些小粉刺 真的皮膚會跟我鬧福氣 所以換季保養真的非常的重要 所以今天要在現場跟大家簡單的介紹一下我的換季保養術 那今天除了要跟大家分享換季保養術之外 還有一個小活動小禮物要送給大家 今天只要分享影片並且留言tag一位朋友 告訴我你的換季皮膚困擾是什麼 就可以有機會獲得Luminous復活基因結煙錄 話不多說現在就來跟大家分享我的換季保養術 第一步要減少過度的清潔 其實大家都知道正確清潔很重要 不管是洗臉卸妝 清潔才能夠把毛孔清乾淨 讓後續的保養品才可以洗手 但是千萬不要過度清潔 因為會把皮膚上面的天然油脂都清得太乾淨 反而會造成肌膚太乾燥或是油水不平衡 所以一定要記得不要過度的清潔 所以清潔上面一定要選擇補水保濕 而且溫和的產品 像是這一瓶 Luminous復活基因結煙錄 那它裡面含有水洋酸還有乾淨酸 可以非常溫和的幫皮膚去角質 而且還有維他命ACE可以幫助解決暗沉的問題 除了平常日常清潔之外 如果你出門有像我現在有化淡妝的習慣的人的話 其實這一支也可以卸除淡妝喔 只要你手乾臉乾的狀態 直接把這一瓶抹在我們的臉上 然後並且按摩大概15到20秒鐘就可以卸除臉上的淡妝 哇這一瓶除了清潔之外還可以卸妝 是不是真的超方便的 那我們這個卸妝的時候就是乾的上去 加水把它乳化清潔沖掉就可以囉 而且它的包裝也非常特別喔 有別於一般的洗面乳 它只要把瓶蓋輕輕的旋轉一下 它就打開囉 是不是非常的簡單方便又衛生呢 那今天只要輕輕的 就是只要一點點的量就可以使用在全臉囉 按摩方便 時間 Nat的啊 衝浪 洗完臉了有一點赤裸 但是可以看到其實我這邊有一些小痘痘啊小粉刺 這就是我換肌的時候除了脫皮之外還有這樣子的潰擾 但是洗完之後就覺得哇臉真的是毛孔都在呼吸 那這一瓶Luminous的結顏露裡面含有極力乳灰的成分 所以洗完臉完全不會緊緊繃繃的 洗完臉之後接下來就要加強補水保濕囉 其實在這種乾燥氣候或者是在秋冬換季的時候 或是像我常常飛來飛去 常常在歐洲在日本氣候都非常非常乾燥 一般的保濕真的不夠力了 所以呢我現在都使用這瓶Luminous復活青春精華露 來加強我的骨水保濕 那裡面含有先進的生態技術APP200 可以來調節肌膚的機能 而且裡面還有微分子精球 可以直接深入肌膚的底層來幫肌膚做修復 重點是呢這裡面是沒有添加香料的 你擦上去不會覺得哇好香喔 但是呢這裡對肌膚的好處是呢 不容易造成肌膚的敏感 現在就來試用看看這一瓶 復活青春精華露 那它擠出來呢是這樣子 露狀的 那呢就輕輕的點在臉上 那幫全臉做按摩喔 那我自己在使用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就是沒有香料 所以完全不會有像這樣的感覺 但是呢你會覺得非常非常的保濕 非常的不順 而且呢我自己呢使用了一陣子 我會發現因為在使用之前呢 就是剛好生理期 大家女生都會發現就是 下巴這邊會長很多生理痘 那就是生理痘呢又非常非常的難痊癒 但是呢我在開始使用這一瓶青春精華露之後呢 有發現呢其實身體都有傷口 它修復的比較快 可以發現呢這一瓶呢 精華露真的是有不錯的修復的效果 而且呢不水保濕其實也都表現得還不錯 最後呢還有一點就是防曬一定要做好 很多人都覺得秋冬的太陽沒有那麼大 就不會去認真防曬了 其實這是錯的觀念喔 因為呢其實秋冬的太陽的紫外線 真的不亞於夏天的時候 所以呢我們防曬一定要做好 出門記得帶把傘喔 好大家以上呢就是我的換季保養術 那大家看完影片之後 有沒有想要得到我的換季法寶呢 當然呢只要呢分享這一支影片 並且tag一位朋友 在下面呢留言告訴我 你的換季的皮膚的困擾是什麼 就有機會呢可以獲得這瓶 Luminous復活基因節錄喔